為什麼台灣這個追蹤組織計畫這麼難走下去 最後一個結論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這個核的跟所有的人員一樣的都是有一種循環 就是說你從開始採礦到拿去燒發電 然後產生廢物等等 這個都是整套的循環 那核能也是一樣的 可是核能就比較複雜了 因為核能也從採礦採到釉礦 一直到放到那個防疫爐裡面去燃燒發電 然後產生用物核燃料或是高放的問題 就比這些其他的能源的一些過程複雜很多 如果你看到煤礦的話很簡單 煤礦你採煤礦完以後 運到那個燒煤的地方去燒 產生蒸氣就可以發電 但是這個釉的話 整個過程都比較複雜一點 好 下一張 好 這個是一個